相信大家昨天 各位球迷也有消息收到 一直在傳聞 一直在等官宣 最終到了昨晚 教後時間正式官宣了 就是什麼呢? 高市民正式被拜仁解僱了 而拜仁也迅速找了人選 不同 其實是 稻有消息 這消息就是昨天早上 之前一晚的半夜 就一直傳流 昨天早上 已經收到一些 在TG Group 過了時ками公平 特別關上凸 từ Therese Book的 德國那邊已經 不是德國那邊 簡直是Ferbizio 即是記者 大家看傳媒 覺得消息很嚴重 說白人已經決定解僱 郭士文 杜曹準備走馬上任 其實那時一直都覺得 是不是真的 為求有時真的很難說 我們有時拍片 要先等我官宣 如果要說到我們這些 每個人的選擇不同 我有少許這方面的潔癖 強迫症 最好是官宣了 免得撞車 我以為這兩天 原來過了幾天後都沒有了 最後還是想省下解藥金 可能會暈倒給你 所以港幣二次那邊 反而沒有消息 幸好沒有錄定 否則又是死的 反過來 這一邊 所有看清楚一點 下午一直在旁邊 即使吃飯時間 旁邊旁邊旁邊 都好像沒什麼 難道又是嗎? 但不是的 Ferbizio那些已經說到有此塵塵了 即使大家已經說到 連ESPN Skyys那些都說 已經是Z2 會去炒 甚至有人訪問了 簡歇路 簡歇路在葡萄牙 現在在國家隊集訓 即是在國家隊 備戰 簡歇路都說 蛤? 真的不知道 原來呢 那一堆當然想要回到票後已經再 unl定了 就是不要人知道 大家可口中才知道 播放甚麼 那的話 那是不是真的 quando大家說香港 但是雖然是官方 一天開始新聞表現 果然最終 打算在社交平 即使去ığı 料十二時表示 已過了午夜好不好 代表我之後 的事 Ear到週報 所以街頭才講出陳菇分析 告倫說說解決過高市民 當下倒數會上任 現在都一起預定 出出關了所有事情都開始認識 所以 高市民在各種他就很快的過了 不夠兩年 已經採用了 到數 被車仔兜了大約半年 就已經找到工作了 儘管看看 其實這件事是來得很突然的 真是想不到時間 老實說 納戈善文 如果被車仔兜的話 都覺得遲早了 已經很近了 匕首壓力和批評這麼大 拜仁的工作很難做的 你以為這麼容易嗎 所以我們儘管看看 未來市民在拜仁的一切 到底是否值得死 以及展望稻草 未來拜仁會如何呢 在開始這條影片之前 麻煩大家幫幫忙 訂閱和分享 這條Youtube頻道 英超期間 每個weekend 都會有聲音直播 希望大家都訂閱了 進來一起看波 出一下水管的波經 還有週中的歐聯歐霸 都會至少有一晚直播 希望大家都是訂閱了 一起看波 像朋友間一樣 看波 陪著大家看波 深夜 無論是西波 也好 好波 也好 大家一起看 聊聊聊天 當然 互相尊重 互相尊重 你進來挑機的話 特意進來挑機的話 我沒什麼事 我就陪陪你玩 但是我禁就禁止你 不過問題禁止你之前 就當你玩具玩 對呀 是這樣的 這個地方就要守回規矩 希望大家也是 大家是沒問題的 其實這台不是圍爐取暖的 有很多不同的球隊的球迷 百人球迷也有的 多蒙特球迷也有的 所以大家沒事的 有些口舌之爭 但只要不是人身攻擊 即是說一些不拉奸的 侮辱性的東西 這樣就OK的 即是如果你人身攻擊 就要遇到會被人攻擊 對呀 沒有什麼的 這裡大家都很成熟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進來就一起搞慶場去吧 最後就是CLSS comment Like、Subscribe和Share 希望大家都高台貴手 按個Like、Subscribe和Share 鍵 以及在下面留言 因為Youtube就好看 這類型的reaction 越多才會增加Youtube的推測機會 還有就追蹤Patrick 樂宇諾的IG 好嗎? 講一下這個拜仁 請杜曹 首先講一下拿高市民 其實拿高市民和杜曹的淵源都幾多 拿高市民本身也是一個球員 他都是球員出身的 只不過在20歲的時候 因為傷患困擾 被迫提早掛鞋 叫他做不成什麼 剛剛出道就要掛鞋 有點可惜 當然 沒看過他踢球 不知道他踢球如何 其實拿高市民當時在奧格斯堡 看看奧格斯堡 他在160莫尼克出道 然後轉到奧格斯堡 奧格斯堡的二隊 當時的主帥就是杜曹 嘩 你看看這幅圖 還有很多頭髮的杜曹 穿紅色衣服 都指著那個 即是左手邊那邊 另一邊想迎光幕 右手邊指著那個 坐在前排的 另一邊就去拿高市民 所以這兩條都有點淵源 而拿高市民 在奧格斯堡 他掛了鞋之後 仍然留在球隊 還以為 杜曹揮下其中一個 教練團的成員 等他在球員合約 即是餘下的年期 都讓他有份工 繼續在球會上做 同時間 亦開始了他的執教生涯 即是學法 即是邊做邊學 接下來 官士文 即是邊學邊學 開始了 2016年的時間 當時他只是 二十八歲多 未夠二十九歲 已經去了賀芬咸 擔正 做一隊的主帥 已經 即是 即是當時 即是 即是現在 即是 德甲 即是史上最年輕的主帥 德甲 而拿高市民 但賀芬咸 真是有聲有色 大家也知道 即是鄉村球隊 雖然班主很耐本 但始終是比較中右 人腳也不是十分充裕 但拿高市民帶隊 第一季 就已經幫賀芬咸 獲得歐聯的入場券 參賽資格 亦是歷史性 球會第一次 史上第一次 這隊賀芬咸 即是 未踢過歐聯 即是 那股市民來到第一季 厲害了 即是幫球隊獲得歐聯的參賽資格 頓時已經起床了 加上 他帶著賀芬咸的踢法 那個機動性 那個時場迫搶 那些 基本上 老實說 他的理念 都是 之前帶賀芬咸 那時候 誰帶氣 相對 德甲的時候 帶氣的風氣 就是蘭力克 他也是蘭力克的 那條腸 也是出來的 所以呢 堅持到那套踢法之後 繼續維持下去 所以 一直 有體 而且 在戰術上 看到 那股市民以為 年紀輕輕 又很果斷 始終 年輕小子 不會覺得沒東西輸 就去拚一拳 反正特別 當年輕小子 未出名 即是未成名的時間 特別拚一些 就是有些決定 容易有膽識去下 所以那股市民很多時候 就令到很多人對這個年紀輕輕 年紀輕輕 這麼成熟 執教的能力 而且 有些了道 不是普通的年紀 過眼雲煙 以為賀芬咸 找來玩嗎 找個年紀去教 那樣 即是 那股市民起了股 被認為 德國甚至乎 甚至乎 全歐洲 真的前途無可限量的天才少碎 那時候 一路都比大會爭 對嗎 最後沒有多久了 就去到19年 就去了RB來比錫 那裡教 一路 當然RB來比錫 一路的踢法 都是那種 前場的迫搶 機動性的踢法 對於那股市民一路教來 那股市民帶RB來比錫 資源亦多了一點 但是同時也有不少年輕球員可以給他帶 那麼 19年到了 第一季 又是第一季 帶隊 帶RB來比錫 又一次創造球會歷史 打入歐聯四強 那一季大家記得打入歐聯四強 就是 20年那一年 先看看 他就是 好像搞定馬體會 沒有記錯 搞定馬體會 就是 那麼 還有 是搞定馬體會 還有 搞定熱刺 搞定熱刺 我記得是搞定熱刺 那一季就是殺碧莎 那個鬼 爆氣的鬼 然後 進入四強 當然 四強 就遇到他的冤家 就是杜曹 也可以說什麼 師傅加冤家 有些 師兄 也算不是師傅師兄 當然是冤家 杜曹 當年 杜曹當年打了這個PSG PSG 在四強淘汰了RB來比錫 入了決賽 當然 那一季最終大家記得 就是 PSG一決賽就輸了給拜仁 就是拜仁 拜仁成為最後贏家 哈哈 拜仁拿了冠軍 但是那一季四強 就輸了給杜曹 就是PSG 但是 也無損 那季市民的明星 一直覺得 這個小水慢慢繼續進步 然後 21年 上季 來到 就被拜仁 就被拜仁簽了 成為了拜仁的主席 那麼 也是拜仁史上 應該是拜仁史上最年輕的主席 就是 一直到 拜仁簽了回來 其實那高市民 一直以來 上季幫拜仁拿了德甲半軍 也是他執教生涯以來 足球生涯以來 第一次獲得的德甲半軍 但是其實那高市民來到拜仁之後 一直以來 都不是很得盡人心 那些評價都是比較 呃 不是預期中那麼突出 就是大家會覺得 喂 為甚麼 還會覺得他 一般 首先覺得拜仁 在他肺下 踢不出 踢不出原本應該有的霸氣 雖然說 拿了德甲半軍 但是德甲半軍 是基本盤來的 對拜仁來說 對不對 你還要不要 林美國周先拿 林美國周先拿 都算當不合格 你要預早幾個星期 拿了德甲半軍之外 基本上拜仁就是另一個目標 就是歐聯 歐聯是更大的目標 但是上季的歐聯 拿高市民帶著拜仁在八強 大好形勢之下 可以說 首回合輸了一球 給維拉利爾 但是次回合回到主場 拜仁一直在歐洲賽 主場都很兇 但是整場球 就是供不到 最終被維拉利爾 搞不定 維拉利爾就出局 出局 就是說如果輸給 PSG 輸給利物浦 這些 皇馬 當然皇馬還超班 你輸給PSG 和利物浦 這些 其實都重情有可原 維拉利爾 維拉利爾 更加會引來這麼多 雖然你還能保住飯碗 但是更加引來更多批評 你不是 拜仁堂 比維拉利爾 搞得出局 但最終可以繼續調整 始終是第一季 第二季就給你機會 今季 歐聯 成績非常好 其實由六場分組賽 以及兩回合的十六強 兩場球 加上八場 全勝 拜仁全勝 特別 對著PSG 那場 也都是 十六強次回合 那場 也贏得很清脆 2比0 大家覺得應該可以吧 但是很壞不壞呢? 真的很壞不壞呢? 啊 你聯賽又不行 今季聯賽 拜仁真的沒有了正常 大家預期之中的霸氣 以前平時 拜仁只會贏慣 就算開局一般讓你半臂 聖誕後已經蓋上來 應該要 不是 今季得甲日也是有趣的 幾隊都很接近 甚至乎 你以為現在開始有少少失敗 這個柏林暖 其實也不是失敗很多 頭幾名差的分數很接近 拜仁也不是長期在綁手 也不是長期在綁手 甚至乎曾經有三隊同分 現在拜仁也算是領先少少 甚至不是落後 總之拜仁還在前列位置 但是問題 幾隊都蓋上來 加上上星期 輸了給利華股順 作客輸了給利華股順 令到 很多拜仁球迷開始覺得 不是吧 德革冠軍不是這樣 大家都想著 快點擊敗了德革冠軍 專注於歐聯 拜仁現在輸了這場球 現在排次席位置 排第二位 落後給多蒙特 死敵多蒙特1分 領先柏林聯 也是4分 所以 利華 你想想 利華排第8 你這樣輸了給利華 所以拜仁呢 令到聯賽中 已經是 過去的優勢 為何好像沒有了 這樣 令到股市民壓力再大一點 最終 被炒了 被炒了 雖然我覺得 這個時間炒這麼有趣 但是你再看看 其實都不是說 什麼 即是有很多 幾個歸納了幾個原因出來 都可以說 即是那些叫什麼 很多東西 即是叫積下來 或者是存下來 他有什麼特別大的 其實 為什麼說有什麼呢 就是 有些意外 因為那高市民 山力下尾石找回來 一直以來 山力下尾石都很支持他 而沙力下尾石是什麼人呢 除了拜仁的名宿 即是前波斯尼亞各腳 他還有什麼 就是 拜仁現在是高層 即是三大巨頭之一 最主要是什麼 沙力下尾石本身 基本上 他的位置 猶如漢尼斯的契仔 漢尼斯就是三大獎老之一 即是過去的三大獎老之一 現在叫做退居幕後 即是做太上皇 隨念聽證 你當有很多機吉 早前還有訪問出來 早前還有訪問出來 就是漢尼斯都說 當然要支持 那高市民 看長遠 那高市民是長遠的 就是這樣 其實大家都知道 因為他的契仔 頭馬 不要說契仔 他的頭馬簽回來的 他當然要支持 所以就有些 咦 這頭撐完 那頭 雖然大家可能會覺得 這頭一向有很多 都是這樣 高層出來撐的話 沒多久會炒 但是 再加上關係 又會這樣 但是當然 德甲 輸了給李華古順 真的是一個引爆點 因為你的榜首保不到 現在還在落後 當門得一分 尤其是今季德甲的競爭這麼大 真的隨時會有脫掉的危險 還有 不要忘記 這座歐聯的戰線 是要兼顧的 雖然說 拜仁一向 你問我的話 我都看好拜仁 最後應該是德甲 可以的 但是 其他球隊的勢好 最慘的是 而你拜仁的勢好 是不穩定的 真的不穩定 所以就令到 很多原因之下 令到 就是拿高市民所備受壓力更加大 當然 其實拿高市民在拜仁 都是難做 當然是那句 世界上其中一份工作最難做的 就是拜仁的教練 對不對 如果你只是應付那三大巨頭 你也會煩 你不是抽一個老闆 你抽三個老闆 你那才會死 就是 那麼多GIGA 還有 那麼多老士忽都會出聲 不要只是以為三大巨頭 太上皇那些 剛才所說 還沒有計算 其他人 有空 又說拜仁 明叔 又會出聲 又會出聲 那些 哇 你猜開玩笑 用人的方面 你也不可以 那麼多球星 你又要用一下 這是要保持平均的上陣時間 所以老實說 你簽拿高市民回來 你又預算是一個長遠 想著他去訓練一些 一些二隊 B隊 就去做聲 但是問題 你本身有整個球星 你要他用 那麼有多少時間 一場球只有90分鐘 一個正數只有11個位 加上後備 可以換5個 即16個人 那麼你可以用多少人 又要順得過程的失數二 那麼你用得球星來 你還哪有時間 哪有空間 讓你去 衝一些新人出來呢 就是 好了 這些已經死了 那麼跟著呢 最慘的是什麼呢 即是 那高市民和球星的相處 也都是 即是有些事情 即是性格 或者處事方面 就不圓話了 那麼 另一件事 令到那高市民 就是 引起功憤 就是 跟紐亞之間的 跟紐亞之間的 conflict 那麼 紐亞 拜仁的隊長 現在就 因為 他在細小杯之後 就去滑雪 整斷了 現在收獵 但是正正就是 在一個 說說他在收獵獵獵 的時間 這段時間 發生了些事情 令到 那高市民 避受 即是 批評 亦都告訴你 喂 做得球隊隊長 做得球隊主力 這麼多年 有這麼少的勢力 對吧 不是 你說動就動 他走去什麼呢 那高市民 走去炒了紐亞的搜門員教練 而搜門員教練 本身跟紐亞 是跟紐亞一起來的 當年在小華 是一起來的 是紐亞伊烏球 指名到姓說要拜仁 簽了這個教練 他才會來 那你現在解僱了他 那你還要解僱了他 那你還要解僱了他 那你跟紐亞很朋友 是一個兄弟 做他伴郎的結婚 那你死不死 那你一堆事解僱了 解僱了他 那紐亞當然已經解僱了 你解僱了我 解僱了我 解僱了我 即是我的左右手 那想怎樣 那其實你簽恩蘇馬回來頂一樓 沒問題的 因為樓下傷了修裂 那你要保住 保住增標機會 和歐聯機會 那你當然要簽有份量的龍門 那也OK 但你不用一下子炒了 別人的搜門員教練 其實這個處事手法 令很多拜仁的上客 甚至乎球迷 是覺得很有名 甚至乎有不滿 所以這件事 那高市民就是 處理得 手法的不夠圓滑 那令到紐亞 加上他也曾經 公開說過 就是紐亞 那個隊長秘章 不是說一定是給他的 不要太老定 其實你說這些話也沒有用 你私底下說OK 但問題是公開這樣說就無謂了 所以其實令到 紐亞的關係真的 不是那麼好 那你和球隊的 隊長 的主力 多年主力 搞得那麼僵 對他來說也不是一件好事 唉 那現在那高市民被炒 已經是成事實了 關不關你 當然啦 關不關國際賽奇 他去放假 跟女兒話說這些 因為這樣被人炒 我覺得其實就是乘機的 絕對不會 因為這樣而被人炒 最多就是被人說 但問題是 剛才所說的 反而更加容易 似乎是 大機會成真 找到杜曹回來 杜曹 21年 季中才接任車路士的領隊 所以 在21年頭接任 接著 21年那一季 那一季 那一季 就已經幫車路士獲得歐聯冠軍 但是 一直調校 但是 今季 季初 即是 剛剛去年9月 就被車路士解僱了 沒辦法 這個就 純粹人事上 因為新老闆來到 清走前朝功臣 現在清走了杜曹 杜曹一路都沒有 一路傳開 杜曹就會說 很多球隊想斬他 即是熱刺 最... 熱刺那些 最... 叫做... 叫做... 全都醉痕 因為現在說 乾地說 準備離開 那些 接著還未算什麼 PSG好像說想翻兜他 還有黃馬 因為肥安 似乎應該在季尾都會走 就想著找杜曹 嘩... 嘩... 這麼多對戰 甚至曾經傳說 英格蘭國家隊也有 就是這樣說 但是其實呢 最終呢 拜仁決定出手了 不要搞了 其實拜仁呢 早在五年前 一百年的時間 已經對他有興趣了 當時杜曹和 當蒙特 不歡而散 當時就... 但是 最... 只不過呢 當時最終呢 就被這個PSG 快一步 就截了壺 這樣就簽了杜曹回來 那就沒辦法了 這樣 好了 現在呢 既然是這樣 看到杜曹 還是會了 拿高市民現在搞到這樣的款 有個機會了 所以呢 拜仁高層就衛免了 哎呀 既然有心頭號的話 唉呀 算了 搗了拿高市民 就換了杜曹回來 好過了 哎呀 先簽了杜曹回來 還有杜曹最重要的是 有這個 歐聯冠軍的經驗 這個也是拜仁一直以來 都很想再拿的 就是自從 對呀 20年拿完之後 還想繼續繼續拿 既然是這樣的話 那是時候都要做什麼 就是 找到做事了 那高市民是什麼 是有些 就是 你可以說他 喂 只不過是什麼 就是 來到拜仁 這個當作是交學費 你要知道 去到這些大公司 大球會大公司 就不是說 好像你以前那樣做法 就要去懂得 是怎樣的 處事 那些 還有要懂得 有一部分的妥協 就是 你不能再像以前那樣 給你去 戰術 怎麼運用 是有很多限制 不同的限制 給你 杜曹在這方面 教了這麼多次大球會 他應該在這方面 會嫁輕就熟 不過就是這樣 這方面有一點 就是覺得 杜曹和那高市民 雖然兩個都算是 都算是拿力卡那條搶出來 但是兩者 在那個 迫搶那方面 那個戰術是有一點 不同 那高市民的偏向更深力性 更強 杜曹的偏向 先比防守 所以來到現在 拜仁會不會有什麼不同呢 就可能要看看 當然 大家想看看 拜仁正在來 歐聯 將會對著 歐聯巴克對著 曼城 哥迪奧 對上一次 入了歐聯決賽 正正輸給杜曹的車路士 會不會又來多劑呢 很多花生 我打算在看 當然 有些花生 更想看看 另外一邊 另一邊 如果車路士淘汰黃馬 拜仁淘汰曼城 那就四強相遇了 拜仁對車仔 杜曹的災絲 會不會又可以 在美國人面前 威風刺 又想看看 當然車仔要先過黃馬 而拜仁也要先過曼城的關 這也是要的 也有傳 說拜仁也 既然解約 高市民還有三年約 只是他自己一個都賠償2500萬 歐元 連整個教練團也賠償幾千萬 那塊錢也不少 但也說 會一直保持著 因為如果不賠償 就一直保持著 保持著 讓立古市民直至找到 找到另一份工作為止 就是 承諾會繼續給他 承諾會繼續給他 那 沒辦法 那現在就算了 所以有些人就算了 二次可以找拿高市民 哈哈 但是其實 分分鐘 現在在看著 保持著拿高市民這個 可能車仔 當浦達有什麼事 有什麼衣動 把他的時間 就拿高市民來 搞不出奇 唉 很難說 有大執位 領隊 教練那些大執位 儘管我們看看 最後誰坐誰 好 今集時間來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麻煩 多放一個Like 和Subscribe這條Youtube Channel CLSS Comment Like Subscribe 和Share 決一筆好 記得 Subscribe之後 在Youtube按鈴鈴 有新節目 和Live 都會通知大家 若然擔心Youtube不推播 不要緊 追蹤Patrick 萊宇諾的IG 因為有新節目 和Live的預告 我都會在IG上發帖 和上IG的故事 最後 也會呼籲一下 剛才沒有呼籲 4月1日 一個看球活動 我和大神 在歐二十分的外交 在她家聯辦 馬曼城都李密普 7時半 在說明 7。半 正在銅鑼灣 禮頓道 一間叫Chillless的餐廳舉行 之前世界杯期間在那裏說過兩次球 再在那裏搞一次看球活動的英超 希望大家都踴躍參加 下面有報名連結 下面有資訊欄 收費和地址 詳情都在內 經常問什麼時候是網聚 如果有的話你不參加 不要問什麼時候是網聚 希望大家到時都會來 那晚我和大神都不會在現場講球活動 只是想看球活動 和大家一起看球活動 玩玩玩的 今集時間到這裏 下次再見 拜拜